朋友们好啊 今天是2021年的9月16号 现在是墨尔本当地时间晚8点 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话题 并且一起继续的学酒评 两条新闻吧 一个呢 还是恒大了 路透社今天发问 关于恒大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估计这个 这个问题要是在恒大总部前面正在抗议示威 讨这个养老前的 那这些投资者要看到这个标题以后 会更加绝望 路透社发问 恒大会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 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吗 恒大这个事儿 看来呀 有些不可逆了感觉 这个破产 重组 似乎就是时间的问题 当目前为止说 恒大 负债是两万亿人民币 三千多万亿的这个 三千多亿的美元的负债 和人民币两亿 这样的一个盘子 恒大要是一旦破产的话 那肯定是成为最大的一个一起破产案了 然后呢 就是 只是希望什么呢 就是能不能上帝保佑 恒大如果真到了破产那一天 他能不能不让他成为中国金融系统的灰犀牛 这是路透社 今天 关于恒大 他做出的发问 期待了 他有分析了一下 他说这个恒大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 那下一步 怎么走 这个事态在下 往下发展的话 怎么解决恒大这个问题 可能有三种路径 三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呢 就是狼狈的关闭 就像 走了 就是破产了 然后就是 眼看了多少人从龙上往来跳 然后这个 这个 许家业和他的夫人 拿着 这个 恒大财富 先对付出了的两千三百万 走路了 这第一个 可能的结果 第二种呢 就是 井然有序的 然后 今天关于道门 明天关于道门 井然有序的 最后实现彻底的关门 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 把这个集中爆发的 一种这个 恶性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结果 可能就是西式化 阶段化 不至于引起 这个 巨变式的这种 这个 社会问题 甚至可能上升到 上升到政治层面 第三种可能的结果呢 就是说 看看中国政府 能不能出手相救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昨天 我看到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媒体的观点 说中国 包括这次这个 习近平跟这个拜登 9月12号上午 通完电话以后 傍晚就打 把电话打给了默克尔 强调中欧和中德的经济关系 还有呢 就是说 这么多年以来 这个以德国为首的 主要就是德国啊 跟中国的这个经济联系 十分之密切 并且中德两国呢 可能是在 国家的发展思路上 达成 在多少年前 可能也达成了 某种默契 就是 在世界 现在各大主要 国家里面的 应该说是 两个主要的发展路径 一个就是美国的 靠金融啊 靠房地产啊 包括虚拟经济啊 这些个东西 然后靠着强大的武力 维持 保护 然后这个人 打造人才的挖地 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然后呢 搞出最高科技的 这种象牙塔上的东西 然后呢 去 这个 武装起美军 让他 这个打遍世界 无敌手 于是让全世界的人 对美国产生 极大的信任 与依赖 然后呢 就这个 美元结算呢 什么 这个以美 按照美国制定的 这个经济规则 以及金融游戏的规则 跟美国 陪着美国一起玩 是走这样的国家发展之路 还是走第二条路 比如说像德国这样的国家 就是踏踏实实的 一百来年 踏踏实实的 做自己的实体经济 搞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 高新技术产业 德国制造 包括什么那个瞎话 不是青岛下水道吗 哈哈哈哈 那么 很多人认为 中国政府越来越 倾向于接受 像德国这样的发展思路 因为本身 毛主席也给 中国留下了 齐全的 门类齐全的 这样的一个工业体系 那么又经过最近这些年的发展 中国现在是实际上 这个最完美的 这个 制造业的国度 啊 那么 那么 以此为基础 兵器这种 泡沫化的 虚拟经济 包括尤其像房地产 这样的东西 嗯 然后 踏踏实实的 走这个 高科技之路 走实体经济之路 那么如果这种分析 要是成立的话 嗯 就说确实是 上面 中央这些头们 脑子里的这个 既定的国策 啊 那么 他们还能在这个时候 去救这个恒大呢 结这么大一烂盘子 问题救不救恒大 它不仅仅是恒大一家的问题 恒大可曾经是中国最大的 房地产公司 啊 你救了恒大的其他的怎么办呢 现在这个中国房地产界 整体 全行业的现在是难过 甚至是哀嚎 还是昨天还是今天 看到有什么东西 有人做了一统计 好像是从今年年初吧 一直到现在为止吧 可能说这个区间吧 全国范围之内 平均每一天 关每天关闭一家房地产公司 每天关闭一家房地产公司 啊 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天了 啊 听说是这个意思 啊 啊 那如果是整个行业像这样的话 那中央政府 出手就恒大的希望可能就更渺茫 嗯 你更加望恒大现在这个 现在在他总部闹的或者各地闹的 主要是恒大财富的投资人 就属于这属于支付产品 哈哈哈哈 投资理财的产品 嗯 那么 这一波进行完了 或者没进行完的时候 恒大现在这样的一个负债情况 然后 这这 大家都在喊着他要破产 又多米诺骨牌第一张牌 等等等等 这种情况下 那么买了恒大房子的这些业主和准业主 这是更大的一个群体呀 这帮家伙要是闹起来的话 可是不了的 嗯 这件事情发酵了会就 就会更加更加的 这个 猛烈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社会 反响 是什么样的 啊 一种政治意味 啊 大家拭目以待吧 啊 这第二条新闻呢 跟大家有关系 嗯 美国总统拜登 啊 十五日宣布 其实就是今天 美国时间的 十五号 嗯 说美国将和英国 澳大利亚成立新的三边安全同盟 名字就是三个国家的前两个字都放在一起 就就是啊 这个 阿康斯 阿康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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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早前不是海狼机吗 现在是弗吉尼亚机 说惦记十几年了 希望能够获得 弗吉尼亚机核动力 攻击潜艇的相关的技术 始终而不可得 现在这三边关系 这个关系要形成的话 美国承诺了 要帮着澳大利亚 向澳大利亚转让相关的 这个弗吉尼亚机 潜艇相关技术 帮助澳大利亚 建造这个 核动力潜艇 澳大利亚这边听说很积极 这个核潜 未来核潜艇的这个基地 都位置都选好了 听说要放到阿德莱德去 就是南澳的首府 那这对于一旦这个事情 成为事实 澳大利亚要真正拥有了 这个弗吉尼亚机 技术 这个转让过后 造出来的这种 准弗吉尼亚机的 这个核动力攻击潜艇 那对于整个亚太的 这个军事格局 那一定会产生影响 尤其是现在围绕着中国 这个各方的这样的 这个态度以及举动 你看过两天 24号四国首脑要在 华盛顿又要开会了 都是意在中国的 澳大利亚你离南海近了 弗吉尼亚机核动力攻击潜艇 应该说是很先进的咯 有鱼雷 还有什么 他可以美国的弗吉尼亚机 潜艇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战斧巡航导弹的 这个攻击 这个距离是到两千多公里吧 两千三百 两千三两千四百公里 差不多 对地攻击 对陆地攻击 弗吉尼亚机潜艇是可以在近海 也可以在大洋中作战的 这样子 一款先进的核动力攻击潜艇 那么如果澳大利亚 有着这样的潜艇的话 那么比如说在 这个 因为核动力嘛 是不是啊 航航时间长 潜伏时间也长 那么比如说 针对中国南海 他一定 有他 有他的重大的这种 这个军事价值 这澳大利亚 这个 雄心勃勃 哈哈哈哈 啊 澳大利亚常备军不到六万人 听说要造八艘这样的潜艇 又得出去 两千来人啊 哈哈哈哈 啊 招兵吧 嗯 好 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 这两条新闻 接下来我们继续 一起学习 九评中的第八评 无产积极革命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 我今天白天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欧洲金靴靴这位小朋友的这个解读的让子断飞啊 方才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欧洲金靴的小朋友最新写的一个东西就是谈谈赫鲁晓夫好像是啊 大致流淡一下写的比较浅不深入啊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小伙子屁股坐得很正 哈哈哈哈啊 我们学无产积极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的下一个小表题叫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战后以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需要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战后以来东欧亚洲和拉几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的 现在除了有十月革命的经验还有中国革命的经验 东欧兽主义国家革命的经验朝鲜革命的经验越南革命的经验古巴革命的经验等等 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经验 从中国到古巴毫无例外的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经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干涉才取得革命胜利 中国人民经过22年的革命战争在最后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 彻底打败了得到美帝国主义权力支援的蒋介石反动派 才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朝鲜人民从三十年代开始进行了15年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革命斗争 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 终于在苏军的援助下取得了胜利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又经历了三年的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 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 越南人民经过1945年8月的武装起义 夺取了政权 接着又进行了八年的反抗美帝国主义 接着又进行了八年的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并且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才在越南北方取得了胜利 现在越南南方人民还正在从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进行英勇的斗争 古巴人民在1953年开始武装起义 后来又经过两年多的人民革命战争 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统治 在革命胜利以后 古巴人民又粉碎了美帝国主义 雇佣军的武装入侵 保卫了革命的过失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从中国到古巴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得到成功的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武装斗争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无产阶级必须仅仅依靠农民 建立以共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第三 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主要敌人 无产阶级必须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 敢于同美帝国主义机器在本国的走口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四 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同盟军 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必须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阶级走狗的力量联合起来 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第五 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党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斯利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没有一个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 对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是不可能的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头等重要的 而且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头等重要的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战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历史告诉人们 凡是实行革命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 就会把革命事业一步一步的引向胜利 并且使党的力量得到生气勃勃的发展 反之凡采取各不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 接受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路线的 就都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害 并且使自己的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改良主义的党 甚至完全退化变质 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 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曾经充满着革命朝气的伊拉克共产党的同志们 由于外来的压力 抢使他们接受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 丧失了对反革命的警惕 在反革命武装政变中 一部分党的领导同志应用牺牲 成千上万的一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强大的伊拉克共产党被打散 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败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惨痛的血的教训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 完全跟着赫鲁晓夫和法共领导的指挥棒打转 全盘接受反对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路线 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听这一套 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争取民族独立 经历了七年多的民族解放战争 终于迫使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而追随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 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丧失了信任 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在古巴革命中 当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一系领导人 不是主张马斯利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不是主张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 而是追随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 主张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 以卡斯罗同志为代表的古巴党外和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理所当然的把那些反对暴力革命的领导人撇在一边 同革命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 走向革命 进行革命 终于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以多列士为代表的某些法共领导人 长期以来实行修正主义路线 根据赫鲁晓夫的指挥棒鼓吹议会道路 把共产党实际上建为社会民主党 他们不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 抛弃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旗帜 他们实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 使一个曾经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的共产党 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 越来越衰落下去 以单级为代表的某些印共领导人 就是印度啊 印度共产党领导人 长期以来就实行修正主义路线 放弃了革命的旗帜 不去领导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单级集团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 一步一步滑下去 堕落成为民族沙文主义者 成为印度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反动政策的工具 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事实很清楚 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 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 这些经验教训 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下一个小标题 从白拉德铁托到赫鲁晓夫 白拉德是美国共产党 40年前后吧 美国共产党的这个领袖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带着时代的特点 正如列宁所说 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 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 疏忽和叛变的产物 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获得了巨大发展的同时 在它的内部产生了自己的对流 即反对社会主义的 反对马斯利宁主义的 反对无产级革命的 修正主义的逆流 这股逆流的集中代表者 首先是白拉德 其后是铁托 现在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是别的 正是白拉德修正主义 和铁托修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 早在1935年前后 白拉德的修正主义就开始暴露 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 放弃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的批判 把资产阶级专政 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天堂 他的口号是 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国际和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更使他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 进步明智找了谜 从而完全败倒在资产阶级的脚下 堕了位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者 支持这个罗斯福吗 白拉德 白拉德散布了一整套的美化资产阶级 反对革命 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言论 他宣扬苏美英三国德黑莱宣言 使世界进入资本主义 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 能够保证世时代代的持久和平 他宣扬苏美英达成的国际协议 毫无例外的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 和每一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国内发生混乱局面的前景 同国际止序的前景是不相容的 因此必须反对国内爆发阶级冲突 尽量减少和明确限制国内的阶级斗争 这都是白拉德的论调 他散布新的战争将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真正毁灭 投入野蛮时代50年至100年的论调 宣扬要消除战争灾难 就得强调超于一切阶级分野的一致 这就是跟何鲁晓夫那些观点都完全一致的 他宣扬完全依靠民主说服和信念 来实现社会主义 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得到了 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 他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 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 在一个长时期内 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 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他解散了美国共产党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一度把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引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 并且使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 感染了取消主义的毒素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 受到了以福斯特同志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人的反对 并且为很多兄弟党所抵制和批判 但是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 对于以白劳德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 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 在战后新的形势下 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队伍中 修正主义思潮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 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 首先表现在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 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而宣布采取所谓和平过渡的路线 这条路线的突出代表 就是陶里亚提的结构改革了 陶里亚提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 也就是主张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合法途径 实现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 通过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国有化 计划化等等 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就是说 不必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就能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实际上使共产主义退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修正主义思潮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现 铁托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 铁托集团完全投靠了美帝国主义 他们不仅使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 而且使自己成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 扮演了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 别动队的角色 为了替美帝国主义效劳 取消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铁托集团直接来当的说 暴力革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 寓意变得多余的了 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 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演变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已经成为现实的事实了 他们甚至把资本主义 简直就看作是社会主义 说什么现今的世界 总的说来已经深深的 掌入社会主义 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了 又说今天是社会主义 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 白劳的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 铁托修正主义 这是第二次世纪大战以来 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 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开始 到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 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过渡 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他把这套货色当作自己的新创造 到处兜售 可是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新鲜 只不过是集白劳的修正主义 结构改革论 铁托修正主义之大成 加以改头换面 修饰装扮一下而已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在国际上对美帝国主义 实行投降主义 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里 对反动的统治阶级 实行投降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鼓励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如果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 波恩斯坦 考斯基等人 曾经是一脉相承 一家兄弟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白劳德铁托 赫鲁晓夫 也是一脉相承 一家兄弟 白劳德早就说出了这一点 他在1960年写道 赫鲁晓夫现在采纳了 我在1945年为之 而被踢出共产党的那个异端 他说 赫鲁晓夫的新政策 从我15年前所倡导的路线 几乎是逐字逐句的相同 因此至少在目前 我的罪恶已变成新的正统了 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 他从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 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比起波恩斯坦 考斯基 白劳德和铁托的修正主义来 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为什么呢 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国 是列宁主义的故乡 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大党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有历史形成的威望 赫鲁晓夫正是利用这样 作为这样的党 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的地位 来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他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 说成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用伟大列宁和伟大布尔施维克党的 威信来迷惑人和欺骗人 他利用苏共的历史威望 利用大国大党的地位 挥舞指挥棒 采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手段 强制别人接受修正主义路线 他配合帝国主义 收买工人贵族的政策 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 收买资产积极化了的 背叛了马斯列宁主义的某些共产党人 为苏共领导反对革命的路线 摇旗呐海 尽忠孝劳 正因为这样 历史上的和当代的一切修正主义者 比起赫鲁晓夫来 都成了小屋建大屋了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 正如1957年宣言所说 对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 对内是接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影响 现代修正主义者 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 都是像列宁所说的 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 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 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 也同老修正主义一样 都是列宁所说的 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 这一小的可怜的阶层 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和国际垄断资产基础政策的产物 现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讹诈政策 吓破了胆 又被收买政策迷了窍 充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 反对革命的马前足 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 也正是被美帝国主义的战争 西斯底里的渲染下的丧魂落魄 以为地球这个诺亚方舟 时时刻刻有毁灭的危险 对人类的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 他首先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 生怕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 会给自己惹麻烦 因而千方百计的反对一切革命 甚至像在刚果那样 不惜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 去扑灭人民革命 他以为这样一来 一方面可以不承担任何的风险 另一方面可以同美帝国主义一起 进行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构当 这样岂不是一箭双雕 其实这只能表明赫鲁晓夫 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 实行赫鲁晓夫的这种骇人政策 结果必然给伟大的苏联 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为什么在苏联这样一个 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 还会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呢 这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谁战胜谁的问题 都需要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 才能逐步解决 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势力 还存在着阶级 那就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赫鲁晓夫说 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 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 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 这些都是骗人的 事实上 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统治 由于公开宣布改变苏外国家的 无产地专政性质 由于实行一系列的对内的和对外的错误政策 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 正在政治领域内 在经济领域内 在文化思想领域内 在其他领域内 疯狂的泛滥起来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 正是这种在苏联日益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就是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 并且为他服务的 因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绝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 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 他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 大开方便之门 这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 和平演变的道路 五十多年前呢 毛主席的中国共产党 就认识如此之深刻 如此之全面 无产金专政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是不可能的 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 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 现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也正在把苏联引向这条道路 这是神的预言 这是神的预言 这是无产金专政历史上 最严重的经验教训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一切革命人民 以致我们的子孙后代 都千万不能忘记 这个大教训 最后一个小标题 我们的希望 从苏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现在 时光才过去八年 在这个短短的历史的瞬间里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苏联 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造成的损害 却是够大的 够严重的 是时候了 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在这里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 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 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 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在这里 我们也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错误的 兄弟党的领导同志们 认真地思索一下 跟着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走 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 我们知道 除了那些深深陷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以外 不少同志是受迷惑的 被欺骗的 或者是被强制走上错误道路的 我们相信 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者 终将选择革命的路线 拒绝反对革命的路线 拒绝反对革命的路线 终将选择马斯利宁主义 拒绝修正主义 对于这一点 我们抱着很大的期望 修正主义绝不能阻挡革命的历史车轮的前进 修正主义的领袖们自己不革命 绝对阻挡不了真正的马斯利宁主义者 和革命人民起来革命 列宁在无产级革命和叛徒考斯基一书中 曾经写到 当考斯基已经变成叛徒的时候 德国的马斯主义者李姆克内西 只能这样来表达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号召 推开这些领袖 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 使人庸俗的说教 不管他们 不理会他们 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 进行革命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在欧洲许多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 列宁十分重视法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 鲍尔果雷的意见 果雷说 我们的敌人大叫社会主义已经完蛋 他们太性急了 但是谁能够说他们完全不对呢 现在死亡的不是一般社会主义 而是一种社会主义 这是带有甜味 没有理想 没有热情 有官僚架子和家长 威风的社会主义 这是没有勇敢精神 没有大胆行动 爱好统计 一心一意 要从资本主义达成极友好的协议的社会主义 这是只知道改良的 为点油水 而出让自己的长子继承权的社会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 对于资产级来说 是人民 奉恨情绪的摧残者 是无产级级的 勇敢行动的 自动 制动机 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描述 列宁说这是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正直呼声 现在人们会发现 现代修正主义 不也正是一种死亡的社会主义吗 人们也会发现在那些修正主义 占统治地位的党内 无数的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呼声 是多么响亮啊 陈州策判千帆过 并数前头万目尊 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 但是科学社会主义 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他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 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 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挠 一步一步的走向胜利 一直到赢得整个世界 让我们用共产党宣言的结语 来做本文的结束吧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是可悲的事情 可比的事情 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 只有用暴力推翻 全部现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让那些统治阶级 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 发抖霸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 只是自己尽上的所略 而他们所能获得的 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九瓶中的八瓶 我们到此学习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学九瓶中 我认为最重要的 离今天也是最近的 跟中国的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也最为契合的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 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好 谢谢大家